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AllSync Audio的录音 还有补录和其他的音频软件一样 当你设置好了正确的音频设备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这边的小红点 然后它在这边会问你 你所需要的采用率是多少 还有对应的声道是多少 在这边的话采用率的话 我选择的是44100 然后声道的话选择的是立体声 采用精度的话选择的是24位 然后点击OK 现在的话我说话 它就已经进入到了录音 然后补录的方式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当我们点击这边的小方块 它就已经停止录音了 或者是敲一下控制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音频区域一定的剪辑 假设如果说哪里我不满意啊 剪辑到你满意之后 或者说哪一块不需要保留啊 脱选一段区间 然后进行删除 比如说我在这边进行删除 好 那么下面的音频是我们需要保留的 假设如果说我在这一点节点开始 我需要去补录啊 这边的话是需要补录的内容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进行补录呢 首先呢 先把指针放到这个位置 你需要补录的位置 然后点击这边的录制 哎 现在的话 我说话看到了吧 前面的这个内容啊 它是全部都保留的 然后呢 这一段开始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录音 看到了吧 当我点击停止之后 我这边的内容是保留下来的 前面的前一段啊 第一次录制的内容是完全保留的 我在这边的话 就能够录下来新的内容 这个的录制方式 说实话对我们的有声内容 或者是朗读的内容 这种类型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的 举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 现在啊 我说话 然后呢 我说的内容是 我今天优盘又坏了 有没有哪位可怜的网友 不是 那个快乐的网友啊 愿意给我整个优盘啥的 对吧 这是我说的内容 不过估计也没有这样快乐的网友 我们我们听一下 我录下来的内容啊 我说话 然后呢 我说的内容是 我今天优盘又坏了 有没有哪位可怜的网友 不是 那个快乐的 听到了吧 当我在说不适合那个的时候 这个内容正常来讲是需要删除的 所以我脱选掉这段的区间 进行删除 可怜的网友 快乐的网友 可怜的网友和快乐的网友 就冲突了 所以呢 这段的内容也要删除 有没有哪位快乐的网友啊 愿意给我整个优盘啥的 好了 这边的话 这是我们录制完成了 然后呢 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这么一个优盘 当然我就是我不一样的大丝花 好嘞再见 这就是我们的补录的内容 看到了吧 我们就已经成功的给它补录进去了 这样的操作逻辑 对于你去录制一些朗读内容 或者是有声小说的内容的录制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我觉得是要比audition的操作更加的灵活 因为它毕竟保留了你已经剪辑好的内容 是直接在单轨模式下直接录制的 这个也是比较灵活的 好 这就是关于它的录制的部分 然后呢 很多网友买了专业的录音声卡 可能会发现 哎 我即使见了所谓的立体声音 那我录制的时候 可能只有哎 左声道或者是只有右声道有声音 那么这个情况该如何去进行调整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边的控制 点击这边的record mixer coffee 一个直接点击这边 它会问你哎 你到底取用的是哪个声道 如果说你是只有input1 也就是说左声道有声音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参数给成为1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第二个通道软件里边的右声道取的声音的内容 还是来自于input1 就是你声卡上面的左声道的内容 假设如果说你的说话的声音是只有右声道的 只有右声道的 那么我们需要去修复的肯定是左声道 所以说呢 那么我们左声道的内容就是我们的channel1 软件里边的左声道叫做channel1 直接把这个形号调整成为1 就可以了 如果说是正常的情况下的话 你是左右声道都有的话 那么这两个的参数就是0 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能够满足一些人去使用专业的录音声卡 他录下来的内容只有单边有声音的情况 好嘞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